文明朗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来看到美轮西畔日式宿舍群建筑修复 即环境美化工程 如火如荼的进行施作了 为了要了解工程的进度 县长徐真卫在5号的下午前往现场来会刊 那么文化局长吴敬毅进行简报的时候就说 预计在4月底竣工完成 花莲美联西畔日式宿舍群建筑张军府 设花莲市重要文史的地标 除了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之外 也真正是缺了发展历程 由于建筑材料以及工法可能已经失传了 导致修复不易 需要再经过多次文史考证 提升历史建筑物的价值 让文化资产重新活化 虽然许中博表示 建议来花莲新政府不断的推动认识地方 认识乡土以及认识台湾历史的演变 包括原住民族部落文史 歌曲舞蹈文化的保存 今年更推广部落书故事 让部落更多人看得见 听得见 期盼能够让更多人 对花莲代表性的文化产生兴趣 进而爱上这片土地 文化部自2018年 推动再造历史现场装夹计划 花莲政府获得文化部核定办理 2018年到2020年 花莲是太平洋 林港朗道历史场景在线的计划 编列2.4亿元 其中编列张军府规划设计 以及修丧费用为1.6亿元整 经费除了作为规划设计之外 也包含其后的建筑修复的工程 而在5号 先来徐正伟 在文化区专无尽的陪同之下 前往张军府来了解工程的进度 张军府在修丧完毕之后 渴望成为未来化联文化资产人文 廊道发展的核心 工程与修复 以及空间活化为主要的规划方向 整个学校范围 共计由美伦西畔日式宿舍群的八栋日式宿舍 是张军府另一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整修 记得讲话 欢迎